印度宣布将为其国产五代机AMCA研发国产航空发动机 为何俄罗斯人评论时指出 别开玩笑 中国很忙 据媒体报道 印度正在为研发AMCA战机作者中行的计划 印度的航空工业正在将重点放在 为这款战机研发国产航空发动机上 按照印度的计划 最开始生产的两个AMCA五代战机中队 将采用美国产的G1-414发动机 然后使用国产的航法 印度已经开始了建造飞机发动机工厂的计划 今后几个月将会公开项目的细节 印度正在为武器国产化做着努力 这是大国发展的必有之路 实际上印度十多年前就明白这个道理 花再多的钱买再多的舰艇装备 也买搬了一个军事强国 因此这几年 印度每一次军购都必须附上技术转让条例 印度国防部门计划为航空发动机投入约10亿美元 以期制造出全新的发动机装配上国产五代战机 该消息已经报道 在印度有许多人相信了该报道 但是在俄罗斯几乎没有俄罗斯人相信 这个话题引发了俄罗斯广泛的讨论 研发发动机是比战斗机机身更加艰难的工作 航空发动机被称为是航空工业桂冠上的明珠 是整个航空工业最复杂技术上最艰难的一环 G20战斗机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航空发动机又有了一定的发展 但是G20已经服役 为该战机支配的发动机无闪15 还没有装上正式版本的G20战机上 不过俄罗斯人相信 很快G20的国产发动机问题将得到解决 除了战斗机发动机 中国企业还将马达西系公司收入囊中 中国航发技术的发展殖日可待 在俄罗斯 讨论五代战机以及航空发动机技术 很难绕开中国航空工业 因此在讨论印度开发第五代战机发动机的时候 就有人说到别开玩笑中国很忙 一直这并不是值得讨论的话题 印度总喜欢高谈论阔 而中国人则是默默地实施